今天又是去了商店街那些 吃早餐 日本多數早餐都是吃這些多 不然就吃日式定食 咖啡店比較多 現在就飛吧 我們吃完早餐 現在就決定去Lalapop那邊走 因為今天外面下雨 想走一些商場位 不走那麼多露天位 如果去Lalapop就要去定屋橋的方向 我們現在在雨塘跟線 然後就去定屋橋再轉車 試試去雨塘跟線怎樣去Lalapop 上次我就搭JR那邊去Lalapop 好 現在GoGoGo 好 太多了 入了閘 現在我們就要在梅田的方向 搭車 Bad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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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定屋橋上去找京阪電車走過去 穿隧道看指示方向再走 沿途都是看著指示方向京阪電車是怎樣走過去 沿途走過來那條隧道口就見到京阪電車的西改閘口 不同方向過來可能有機會不同 我現在就在這裏進去 因為那裏有車的時間牌 就要下了月台 我記得上次都是在出丁樓那邊 看看有什麽車 我們剛才問了那些職員 他告訴我們如果去門真市 就要去這個手口市這裏轉車 可能我們要搭那兩條線這邊 很少車很梳落吧 我都不太清楚 他就叫我們去這裏轉車 我們現在就試下了 試下看是否去門真市 如果去那個手口市就不用了 你是什麽車都可以了 跟著就去那個站那裏轉車 我們現在就試下了 我們現在在手口市出了 就見到排版那裏有個普通車 跟著就去這個門真 方向就是那個梅芳市 咦 這輛就是了 我就成功在手口市那裏轉了車 來到門真站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呢 可以去京橋站那裏轉都可以的 那就兩個方法都可以 因為職員說了給我們聽 我就想試下這裏 試下是否真的可以 京橋站我覺得好像更方便些 都是在這裏出 看看方向 又告訴你們LALAPOT是怎樣走的 我去年其實這條路都已經拍過一次 不過今次就是由玉塘根線南坡站那邊出發 就是怎樣過來的 兩種方法我都已經拍完片 可以和大家分享究竟怎樣來到大阪的LALAPOT 沿著外面這條天橋過去 今天天氣不好 下雨 想知道清楚怎樣走過去 如果有疑問可以看回我 去年有一條LALAPOT的影片 可以詳細些告訴你們由這裏怎樣走過去的 現在都落得很大毛毛魚 這裏就是裡面的LALAPOT的黑門市場 一般很大毛毛魚 這裏就是超市的包子 也很划算 這裏是超市的包子 也很划算 200日圓不用 很帥的 三個半小桂 還有土肉 700日圓,很漂亮 來日本看見花和蛋糕 沒得輸 這個也很划算 這款我在香港買過 也很貴 188日圓 黑門裡面的應該算是貴一點 但是1700日圓 不用,1700日圓左右 這個很大塊 這些5級 很漂亮 油脂分泡 這邊是醃補醬汁 最便宜的 400日圓 還有多少錢呢 1000日圓左右 這裏的牛舌也很漂亮 在香港買的普通 食材也不太漂亮 新鮮很多 黑門下面的食市 這裏 我們現在在 黑門市場裏 吃東西 我老公很喜歡吃 小丸子 然後他買了小丸子做午餐 這裏的 我們都打算是 掃街邊 當是會吃的 這個多錢呢 1000日圓 有4款不同的味道 有4款不同的味道 有4款不同的醬汁 買了一個 水果拼盤 這個是430日圓 我們現在去到Lalaport 有一個Ray Ban的眼鏡套 它有8折 還有免稅 差不多接近 好像30% 我們選了一副眼鏡 不是這個 是這款呼應鏡 都是吃完之後 20,000日圓左右 鬆一點 唯一上來 1000元港幣 現在這個Ray計 就是這隻 包裝中 原來這些菊花仔 它是整棵樹 原來是這樣的 不是 那些種在地上 一枝枝 我經常以為 這些都是一枝枝 我們現在出了 頓道窟那邊 就找了一間 是炭果燒肉 今天是指名 要吃炭果 我們沒有在Google那些找的 都是隨意在街上走過 見到 就進來試了 這裏的價錢都可以 見到 那這些 什麼稀有部位的 那些都是1000日圓 就均一架 我們點了幾款 我們點了4個肉 1個沙律菜 就點了一些飯 還有一些前菜 試一下 看看能否吃不夠 就再吃 它都有很多拼盤 我們就沒有點拼盤 我們試了一些單點 然後就看看能否再點拼盤 那我們點的肉 就差不多來齊了 只餐個牛舌 現在開餐了 這塊是三角肉 這塊叫三角肉 出來了 這個好吃 這塊肉 這次的旅程吃這麼多肉 應該是最好吃的 不是這隻肉 是加雞肉 是加雞肉 最好吃的 因為其他有些看的樣子 都不錯 試完這個 這個是前面的 不知道什麼名字 都是好吃的 另外這一隻 這隻就是這個 哇 這隻更軟 不知道 這間的肉 真的不錯 因為它有一張圖解 是 告訴你牛的部位 你可以 什麼部位 它都可以調 牛舌都來了 它漏了單 我們找回給它看 接著它現在來 就試完這隻肉 這隻是比較多油脂 所以咬到中間的油脂已經溶飽 這個就是牛舌 這個牛舌是醬汁燒的 都好吃 它的質地都OK 我覺得 這餐我們吃了8,130日 這餐很值得吃 這間我覺得值得推介 來試試 它有這個圖 剛才吃過的燒肉 就是在這個很大的牌 寫著炭果燒肉 它要上一樓 它就在隔壁那裡 就有個蟹道樂 這間蟹道樂 應該是第二間蟹道樂 它這條街有三間蟹道樂 這裏是燉到窟那個位 我都是走過 看到一些照片覺得OK 又想找炭果燒 所以就上去試 我喜歡哪邊走哪邊找到 適合吃就上去 就沒有特別 找一些評分去試 因為我想什麼都試一下 不一定要找一些評分高 好 現在吃飽飽了 沿途走路回去酒店幫助消化